最喜欢的是我自己那首歌 自己写的 很好听 搜狗看点 这里有你所有想看的点 大家好 我是游掌静 新歌选择的生日当天来发行 是你自己订的吗 对啊 我们就一个讨论出来 就觉得那当天是最适合发的 最有那个意义 今年生日 受到最特别的一份礼物是什么呢 可能会有特别的环节吧 可能我现在有一个预感 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别送我礼物啊 不要送我礼物啊 我不要太贵的 我不要太贵的 去年一年对自己来说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我就不要说去年吧 我觉得其实今年来说 对我来说 我觉得不管是对我 还是对各行各业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然后这段时间也是很好的沉浸下来 就是好好去思考 感触最深的是 我还蛮开心 现在自己是 依旧保持曾经那个 对这件事情的热忱 没有妥协一些自己的事情吧 所以我觉得 坚持这件事情还挺难 深夜愿望可以透露一个吗 就是专辑大麦 希望更多人听到我的音乐 我就会更开心 这张专辑大概是什么风格呢 专辑的主要还是围绕在我的 对一些演出上面的看法 去创作很多歌曲 我在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 其实也不受限 觉得适合今天心情的一首歌是什么呢 就可能就是吉祥的一首歌曲 叫做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可以给我们哼唱一两句吗 可以啊 那个你啊 要做灰发光的大人啊 别怕别怕别怕 勇敢的长大 还没唱够 你认得我吗 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多远多风多痛 都值得对吗 所以你的诀窍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这种情感上的东西 可能更大多数是累积 自己会亲自掏刀去改编曲之类的吗 那个当然是会跟老师们一起讨论 这个我最想要怎么呈现 然后呈现出来效果是怎么样的 肯定是会跟他们讨论 接下来会往这方面发展吗 我觉得懂的东西越多越好是真的 可是你要说我们变一个很专业制作人 我不敢说 可是最近确实是一直有在学习 怎么要去编曲 当我开始学习到编曲这些东西 我才发现其实 它不只是会乐器那么简单 它就是 是高科技的时代了 现在其实是 好多软件 其实我都寄不来现在 大家都知道 有长进是以男团身份出道的 现在作为solo歌手 你觉得自己更适应哪一种 更适应哦 我觉得其实两种有两种不同的那种 我特别喜欢那种大家就是不同的那种色彩 拼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最大的不一样 我觉得可能是更自由一点吧 因为自己唱的歌 还是自己想表达什么东西 我现在就不用去 我们团体就不用去做抹合做配合 然后就是以我为主的那种 男团的经历带给你的财富是什么呢 大家在一起的那种回忆吧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财富 大众对于偶像的要求很高 尤其是网络上 随随便便一句话都会被放大 会影响到你吗 我不懂要怎么去讲这个影响 可是确实我觉得这个影响力 是看你怎么去看待它 我觉得做艺人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 是因为大家都会用放大镜在看你 当你有这种效应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去做很好的工艺 还是一起去节省能源这些东西 大家会跟着因为喜欢你这个人 然后一起有这个意识 慢慢有这个意识 我觉得这个使命感是挺好的 如果真的影响到自己了 会怎么去调整情绪呢 我自己会一般我会自己独处一些 我是需要时间消化的人 是不是看到粉丝的表白性 就会心情瞬间晴朗起来 那这倒不会 可是主要是我还没有办法 接受大家对我的称赞 因为我还是比较害羞 可能不太习惯别人一直称赞 读到粉丝写的最肉麻的一句话是什么 好多没有猪肉麻只有羹肉麻 面对妈妈粉的唠叨会怎么办呢 就是会很乖巧的就是 好就答应 然后结果就后面就置之不离 用一个表情包回应一下吧 但错 有没有看过那种 我就是 秀姐姐都说 好久没有看到舞蹈游老师了 怎么回事 这段时间就一直疯狂的 在那个舞蹈培训里面 然后就一直练习 然后为什么没有还没有出来 是因为我是大爷知道我是触迷我 我就卡在中间的时候 我还没有到一个就是 觉得自己可以的那个点的时候 我是不会丢出来给大家看 新专辑可以期待一下静歌热舞吗 静歌热舞 其实这场专辑 大家就可以稍微也期待一下 专辑里面哪首是你最喜欢的歌曲 最喜欢的吗 官方答案就是每一首歌喜欢 最喜欢的话就是 里面我自己写的一首歌 最喜欢是我自己那首歌 大家可以指示一下 最写的很好听 最新的综艺里面看到了你在职场的表现 觉得跟自己想象中的职场一样吗 因为我具体想象的会是 环境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欢乐 可是其实当时候去录 就去实习这个节目的时候 其实还蛮欢乐的 最开心的一个Pod吃什么呢 这有蔡米老师都挺开心的 因为蔡米老师特别特别可爱 你再来抱中啊 看到你在蔡米老师身边 笑点特别低 是平时就这样吗 其实我笑点一直也都保持在那里 就有时候别人会觉得很好笑 的时候我也觉得 太难了 但是蔡米老师每一句话都会很好笑 老掌个这个名称 你给打几分呢 他每一个都很很有点 他特别还挺好的 老掌个 老掌个 我觉得老掌个 几位前辈留给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都有 都有 而且我妈特别喜欢那个 特别喜欢丽兰卫老师 如果不做歌手 自己最想从事什么职业 我以前有想过可能会从事也是音乐相关 可能就是教学生之类的吧 你觉得自己的职场优势是什么 职场优势就是 我应该是实力派 你这么没有自信吗 没有实力派很好啊 私下会去KTV点自己的歌吗 不会 可是别人会点我的歌 害羞多一点还是骄傲多一点 尴尬 哈哈哈哈 这样子不要点我的歌 你们就 就是 就是 自己看这吧 各种印人方式 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 我觉得只要是这种 带一起做好事 然后做上事 我都挺喜欢的 可是一定不要乱花钱 好种 不要花钱 不要乱花钱 马上要中秋节了 马来西亚中秋的时候有什么习俗吗 以前在假如意一起提灯笼 然后上月吃月饼 你喜欢吃什么馅的月饼呢 莲蓉 吃过肉月饼吗 有 可以接受吗 嗯 鲜肉月饼可好吃了 我还是喜欢吃莲蓉 莲蓉 那你汤圆能接受肉的吗 你有肉的 我要花生个莲蓉 可以再唱几句自己的歌 作为大家的礼物吗 三二一 天黑了 你在哪里等我 在孤单的清房 或大学的操场 在夜深 在夜暗中做梦 你抓一枚萤火 说像做太阳 关注搜狗看点 看点新鲜的 大家好 我是游掌静 我们下次见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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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